现在到刘园了 这是市区的最后一个园子 刘园门票是55 吴夏明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这个刘园导览图 然后从入口进来 这是它的一圈住宅区 这是它的中部花园 然后这是东部 北部西部 中部这一圈呢 是它最早的这个园子 后面呢 是后来扩建的 然后外边只能有 也有一个灌云峰 这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 现在先去它这个中部花园 游览一圈 刘园占地35亩 也就是卓振园的一半 但是它和卓振园一样 是跟这个颐和园和避暑 三庄齐名的 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所以可见刘园还是 只有其独到之处的 刘园还是号称是 所有初中园林之中 最为精致的一座园林 中部花园算是它的核心景观 来刘园参观的人还是挺多的 毕竟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这个石桥是一个带这个亭子的桥 但看上去这个亭子是后面建的 应该是为了保护游客特意建的 它原来应该是没有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甲山 黄石甲山 跟偶然的那个黄石有点像 但它不完全是黄石 它也有这种太湖石 所以它是这种相结合的一座甲山 这个甲山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树都种了好多 这个桥还是很高的 这两个桥之间还有一个高低的错落 断霞峰 那这边的湖边去看一下核花 这些核花长得这么大 开花的时候一定很漂亮 这有个瓶子 这边就是一个观景平台 看 看核花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阁楼好看 这种俏俏的二层小阁楼 这个花园的时候都种这种高大的树 当然这些也都是长了几百年才长这么大 不过当年就是这些树肯定也是很有别致的 而它在不同的季节是不同的颜色 这个圆子增添着几分的经验 这里柱竹竹拍照的人好多 寒碧三房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小园子 这个后面这是盆景 这个很大的一个松树的盆景 很漂亮 然后就加三 这个院墙好高啊 二层楼的一个高的院墙 榴园的园主人姓榴 所以他最初的榴园的榴 是这个姓榴的榴 然后后来可能后面的园主觉得 这个姓榴的榴 就太过一只官 所以他就用这个谐音留下的榴 来命名 所以就保留下了这个榴园的名字 现在的光线很好 大家都在柱竹拍照 清风池光 这里又有一个专门观景的平台 可以趴在这里看这些河塘 这边这个台阶也是这种自然之石 这里也有一座假山 这个比较小 这边就没那么多人了 那个中华园那里人太多了 现在是到了他这个东华园 这是后面扩建的一个园子 这里就都是这种单个的起石 尤其这块 这个造型就很是独特 像各种东西的一个石头 这边也有一个小亭子 这边也有一个小亭子 进击出口 现在快四点了 太阳已经西下 所以这个光影效果就比较好看 然后太阳眼的颜色呢 也比较黄 真是拍照的好时候 这边过来应该是这个北部区 这是竹林 这个的核心呢 就是这块巨大的太湖石了 这个也是流言比较出名的一个摆尖 这叫灌云峰 高6.5米 相传是北宋宋徽中的花石缸遗物 所以它非常出名 里边是不让进去的 只能在外面围着它绕一圈 现在金黄色的太阳打到上面 还是比较好看的 我现在发现了苏州有这么多园林的另外一个地理条件 就是它离太湖比较近 所以才能有这么多的太湖石用来装饰这些的园林 如果太远的话呢 就成本就比较高 这里又有一个棚井员 然后这个棚井员过来就是它这个西部区域 然后就逛完了 这里还有一个甲山 这个甲山还是很别致的 非常高耸的这样的山堤 这个可能是现代做的一个造型 这里还有一堆这样的小的景观 都很精美 这个就跟刚刚的有点像 这里也有个甲山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亭子 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所以这个光影打仗来拍照还挺好看的 这个光影打仗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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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站 这里是苏州园林名路 第一个就是卓正园 第二个就是刘园 然后这里有大部分都是国有的 也有宗教厂 还有诗人的 诗人的也有好几个 一共108处 然后开放的有89处 未开放的19处 开放率84.2 建造年代 大部分都是清朝 还有1949年后的有36处 孤叔区有56处最多 现在这个留言就游览完毕了 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他是着证员的一半 所以他的游览时间也大概是着证员的一半 然后因为我是游览的 已经游览了七座这个苏州园林了 这是第八座 而且有点疲惫 现在已经是快晚上了 所以我觉得游览的就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了 已经到这儿确实是有点身内疲劳了 因为刘园它是一个大而全的园子 不像是之前游览那几个园子 就它还是小而进的园子 有自己的特色 刘园就是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 虽然它是一个四大名园 但是你游玩那么多园子的时候再看它 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 然后城区的苏州园林 那我就已经都游览完毕了 然后在这个距离城区二三十公里的同里古镇 还有一个园子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然后明天会过去游览 好多看看一下这个 部署区以外的苏州园林 是不是有什么独特之处呢